此时 前方采访杨女士丈夫的工作人员已经到达目的地 老木祖呢 现在已经到了杨女士和她的丈夫 还有前妻所住的小区 我们现在要到她们的家中去看看 她的丈夫是否在家中 去了解一下情况 编导能否见到杨女士的丈夫 化解杨女士的心结 打消调解现场所有人的疑虑呢 您给我描述一下吧 那判决书长什么样啊 就这么一张 就这么大一张纸吗 还有大张呢 盖的什么张啊 那什么张的字 您记得吗 张我们都没看 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然后在我手里呢 我昨天没找到 您觉得离婚证当时是什么样子 您给我描述 比如说什么色的呀 多大大小啊 跟我那个结婚证一样的色 红的吗 对 是正红的还是暗红的 就是紫红的 紫红的 然后这个证是多大个儿呀 就差不多跟那手机这么大个儿是吧 就跟我那结婚证一样一样的 是不是就这么大个儿的 对 就这么大个儿的一个东西 对吗 是 然后翻开里边有照片吗 有 是有什么照片 有他俩人的照片 有他俩人的照片 离婚证是有两个人的照片 有他自己的照片 有他自己的照片 他的离婚证 我昨天判决书也没找着 离婚证 他的离婚证我也没找着 为啥会没找着呢 你喊我放东西 老是这儿一下 那儿一下 您确定是因为自己放东西乱 所以没找着吗 对 有没有其他可能 您觉得 没有 有没有可能被别人拿走 不会的 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 如果这个大姐说的是实情 确实她既拿到一个判决书 也有一个离婚证 您还会做什么猜测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两个当中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至少有一个是假的 也有可能两个都是假的 那个判决书的日期 您还记得是什么时间吗 哪个在先哪在后 记得吗 记不得了 他都记不得了 你想想仔细回忆一下 离婚证您记得是 06年的12月5号对吧 对 那那个判决书上有什么 判决书上 好像也是06年12月5号 判决书您是什么时间看到的 都在我手里呢 反正 您什么时间看到 他同时给您的吗 不是同时给我的 他怎么给您的 因为离婚证是我要的 然后判决书 是我看见我拿了 是怎么回事 多少年前的事 我也记不住了 这都是在你们结婚之前 还是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 这两个东西都结婚之后给您的吗 您刚才不是说您当时当年 就06年 你们刚认识的时候 您就管他要这东西来证吗 那就是06年12月5号 他拿回来给我的 当时 这个事情所以就是 恐怕很有蹊跷 我现在听到这个叙述的时候 我就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就是他记日期 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他一开始干我 3月12号离得婚 06年 我一看是12月5号的离婚证 但是恰恰在判决书的时候 刘老师敢问他 他说不清楚 记不得了 是我看见我拿了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看到他特别清晰那部分和特别不清晰的部分 有一个对不起来 这个人的记忆怎么会是这样 如果一个特别糊涂的人 他是记不住那些标准日期和数字的 那特别能记住数字的人 他也不可能放东西会放得这么乱 所以因为没有联系到他丈夫 我们无法核实他说的这个事情 哪一部分就是是他有可能是他想象的 哪一部分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刘老师您觉得呢 至少我觉得今天在这段时间里面来讲 这位女士带给我们的疑问太多了 而且让我们最不可理解的是 常人都应该生成了疑问 在他这一直就没形成疑问 这是让我们最奇怪的